大家好,我是卡爾 那這次少年回戰出了 深淵中淵...中淵使徒啊 就是時空之主的強化版 他是屬於新陣營的 他屬於力量角色、攻擊型加... 防禦型角色 那寶物是最上面這個眼球 那這個深淵中淵使徒啊 我先講結論好了 他不適合練 那要大課長再練會比較好 那這隻角色就專門就是... 開威能在用的 那剩下的話 不建議一般的玩家去練他 那他的那個缺點啊 他這隻需要高練啊 那三尾都要高過對方 那不良狀態抗性啊 完全沒有增加 那意味著就是很容易被暈啊 然後很容易被沉默 這是他的大缺點啊 既然是盾 可是居然沒有那個不良狀態抗性提升啊 這是非常爛啊 那他的那個攻擊手段啊 第三點攻擊手段啊 沒有追打的手段 那你要追打攻擊 那你攻擊的時候 你三尾盡量要高過對方 自力、敏捷、力量都要高過對方 就會打... 四次、四次、四次 就是十二次 那就是看你這些有沒有高過對方啊 那再來就是... 第四點就是... 自力敏啊 要高過對方一定要搭配專屬武器 就是... 四到五星的武器 不然的話... 沒有他的專屬武器的話 那個... 你要高過對方是很困難的啊 就是等於是這隻你要... 花很大的成本 下重本去抽那個武器啊 那第五點是那個... 缺點就是 他一定要在後排 那... 在後排再攻擊 不然的話他在前排 就是... 雖然他是盾嘛 可是他在前排的時候 沒有攻擊到 就沒有跌到那個buff 沒有buff 他就不能保護他自己 那就很容易掛掉 那他的優點啊 第一個就是有威能嘛 那第二個就是有四倍ESP啊 就是這段時間有四倍的經驗值加成啊 那... 第三點的防禦率有70%加20%的減傷 這是... 這個也不算優點啊 這是他的小小的優點而已 那... 第四點是 他只要疊加到賭神這個buff啊 到第八成 他就會受到重傷的時候 會保留一滴血 那回復50%生命值 然後減少四回合 就變四回合而已 那... 那個第五點的話就是 只要有跌到12成的話 幾方武將攻擊啊 攻擊後啊 他就會補血20% 那算是蠻好的 第六點的好處就是 優點就是 讓對方承受降低40% 跟不良狀態抗陷降低60% 不過要... 重點是要跌到第16成 等於是 你這段... 期間就是不能掛掉 那就是一定要在... 那才有機會 那就是... 這些人 他的優缺點啊 那... 這些就是真的... 真的不要去練他 開威人就好了 我一直開威人就好了 這個... 真的... 不要去練他 那我講詳細一點啊 那他的普通攻擊是 那個boss啊 對隨機一個敵人造成100%物理傷害啊 那主動技能1啊 就是限師中焉啊 使自身進入渡神狀態啊 那持續4回合 對攻擊最高的4個敵人 造... 那個... 造成3000的物理傷害啊 那... 若自身的力量 敏捷、智力 都高過對方 則追加3000、3000、3000 那是總共9000 那... 9000加3000 那如果觸發會心1級啊 那則隨機 清除目標一個強化效果 如果目標 生命值高過50% 那攻擊 必定... 命中啊 那... 這個賭神 攻擊力會提升10% 乘以... 會... 賭神的剩餘的持續回合 那主動技能 以普通攻擊 造成傷害時啊 那附加300%的力量 乘以賭神的剩餘的... 持續回合的真實傷害 那無視防禦、無視抗性 有可能會心1級 那... 清除無效 複製無效 偷取無效 那持續時間 可以被其他技能影響 最大延長20回合 那個攻擊... 要...要變很強 就是... 就只要是看這個buff能提升多高 那前面... 基本上只要打主動技能1 只要三個... 三圍高過對方的話 就應該是... 12... 12個賭神啊 那... 那主動技能2啊 是... 七一黑深淵啊 使自身進入這個毒神狀態 那持續四回合啊 對敵人進行八次攻擊啊 以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敵人優先啊 那每次造成1500%物理傷害 如果... 自身的力量高過目標 則攻擊BD命中啊 那防禦穿透 會提升8000啊 如果... 目標生命值少於50% 這傷害加倍 如果觸發會心1級啊 再偷取目標一邊 立美洛因如果造成... 傷害有溢出啊 他就會跟趙雲一樣 會像喔 80%溢出的傷害會轉到 其他防禦值最高的兩個敵方啊 那無視防禦抗性啊 畢竟命中 那溢出的傷害啊 包括被中傷的時候 會超出目標 剩餘生命值的部分 那與敵方生命值 被鎖定超出的部分啊 會溢出傷害造成的溢出 不會再繼續轉移啊 再來就是那個被動技能啊 是那個 命輪1會開啟這個 倉... 倉銷值大 三命值上限加60% 那無理抗性加2 VX500 那命輪3開啟 被動技能 起失路 傷害承受降低70% 會心1級幾率提升70% 如果生命值高過於... 高過... 50%的話 那生命值... 呃... 傷害承受降低會提升20% 就是70加20 這邊90嘛 只要你的生命值... 高過50% 會心1級的... 幾率... 提升效果 額外提升70% 那70加70 140等於是... 這個一定必爆了 啊... 攻擊一定必爆級 那... 出發會心1級的時候 會自身的毒神... 狀態... 持續延長一回合啊 只要你在後排的時候 然後... 換到... 這隻... 角色上場的時候 那基本上... 這個生命值... 跟那個... 一定是高過50%的 那一定會必爆 那必爆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 就可以讓他的buff 一直往上提升 嗯... 那命令9會開啟被動技能 刺火極大 攻擊加60% 力量只加有微乘400 那命令9會開的被動技能 明日之後啊 如果自身的... 這個buff啊... 剩餘時間... 大於等於4回合 那... 使用注重技能的時候 力量只提升30% 那... 如果... 自身的... 這個buff啊... 大過... 8回合... 嗯... 大於或等於啊... 那... 刷重傷的時候 會保留一點生命值 那... 然後回復50%的生命值啊 那... 同時... 會把這個buff減少4回合 那... 如果自身的... 這個buff啊... 大於等於12回合 這個... 己方... 任意武將行動後 這個... 這個... 這隻武將 他回復自身20%生命值 這隻武將有12成 那... 對方... 己方... 攻擊完結束 他就... 直接補血20% 算還不錯 不過你要提到12成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 被打一打... 8回合就馬上減... 8回合你... 被重傷就被減4回合 你要提到12成 很難 除非一開始 剛開局的話 是有辦法 那... 自身的buff 在... 大於等於16成的話 受到攻擊的時候 有100%的機率 使自身進入... 破碎狀態 那... 目標... 自身不良狀態抗性啊 穿頭提升200% 那... 持續4回合 那... 破碎就是傷害承受 提升40% 不良狀態抗性 降低60% 那... 這個因勢啊 萬物之重啊 自身每重上一個敵方啊 便獲得兩枚落鷹 那... 累積4枚落鷹後 立即進入因勢狀態 那... 因勢狀態下 攻擊的提升50% 會心一擊的傷害 提升50% 物理抗性提升50% 法術抗性提升50% 好... 那... 基本上... 就... 必須要靠這個... 物理抗性跟法術抗性提升 不然他的防禦手段很少啊 那... 因勢狀態持續3回 又不可疊加 又不可清除啊 那他的羈絆的話 有4個... 4條線啊 我只開1條而已 那剩下3條比較困難 他沒有開放 OK啊 這隻角色就不建議大家去練他啦 開個威能就好啦 威能我也開到第4層了 OK 就這樣子啦 喜歡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